今天消息带来看最新画面 画面中是蒙古国的总理奥允尔登 他展开了访美之旅 那蒙古国的总理是在华盛顿 跟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两个人见面了 双方达成了一些协议 包括了签署所谓的开放天空民航协议 那主要是双方已经决定了 2024年第二季 蒙古国跟美国会有直航的航班 另外最重要是确定 会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 尤其双方已经说好 要深化开采稀土方面的合作 当然啦这个举动 其实也让外界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因为过去包括蒙古国 是从这个中国大陆独立出来的 蒙古国过去一向被视为 跟中国大陆关系密切 但是现在你看到画面也曝光了 协议也签了 蒙古国跟美国签订了合作协议 要开采稀土 这个举动也引起了外界很大的关注 但是蒙古国的总理 他在跟贺锦丽见面的时候 他也强调了 他说美国是蒙古的重要战略第三邻国 同时他也警告了美中新冷战 将会伤害全球经济 而这一回蒙古国的总理访问美国 除了会见贺锦丽之外 他还计划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两个人见面 而且他也会访问NASA 好 这个是最新画面 另外这个中美关系的最新 主要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正式向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提出了访问华府的邀请 虽然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Miller 他是说原本是邀请秦刚 但是秦刚被免职了 所以就把这个邀请转移给了王毅 换邀请王毅来访问华府 那么就在刚刚下午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有回应了 大陆外交部最新回应是说 北京愿意就有关计划 继续跟美国来保持沟通 答应了吗 还没有答应 那拒绝了吗 其实也不算 也就是说双方会保持沟通 就看这个中美双方之后要怎么谈 好 这是两个最新 同样提供给您 好 新闻写作有很多方法 像CNBC也是个大媒体 我们看匿名官员有没有 如果说这个消息来源不太确实 你可能写知情人士 甚至是你没有写这个主词 直接把这个讯息丢出来 但是你看到匿名官员 所以确实有官员这件事情 是具有官方身份的 只是不方便讲而已 那说什么呢 泽伦的无视美国的命令 提出越来越多要求 华府非常恼火 看到没有 他的言论在华府不受欢迎 当之前这个英国国防大臣 就把他痛骂一顿 当时骂得超级毫不留情 然后泽伦斯基还去讽刺他的意思 有没有 我听不懂他的意思 那么就叫这个乌克兰的国防大臣 那你去跟他讲好了 就态度非常非常的轻蔑 那美国强烈建议乌克兰 不要做某些事 但基辅还是做了 指的是不是就是去攻击莫斯科呢 莫斯科到目前为止 已经一个月被攻击了五三十八次 我都记不太得了 太多次了 然后特别是其中有一栋大楼 里面有七个俄罗斯的部会 也遭到袭击 你看到打成这样 打成这样 那这个部分你觉得呢 会让普丁很难做人 普丁的压力很大 他会怎么做 所以现在很多媒体又开始 把开战的时候 大家就说斩首 斩首斩首战 但那时候大家觉得不可能 我们的来宾的分析都很准确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没有必要 对于普丁来讲 他不是要推翻整个乌克兰政权嘛 对不对 所以没有必要 但是现在是不是有必要了呢 现在很多媒体都在讲 有没有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七月二十八号曾经用过精确制倒武器 摧毁乌军的指挥所 七月二十八号 泽伦斯基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是斩首行动吗 当然这个乌克兰也丢出了很多的讯息 他们也瞄准了 当然不一定是普丁啦 包括俄罗斯的高层等等 进行一些精准的一些打击 那他炸这个金融区之前我们地图调出来 距离克里姆林宫也只剩下了五点多公里 当然这个普丁也不会在里面啦 没有错 但这个象征性确实是非常强 让这个俄罗斯的鹰派可能也会这个急剧抬头 但这个军事的部分 我还是请教他张将军 你怎么看待接下来的这个战火发展 对因为乌克兰战争打了已经五百多天了 对一年一年半了 那现在就是我认为泽伦斯基他犯了一个战争的遭遇症 战争遭遇症 战争遭遇症 因为五百多天没有什么战果 领土还没办法收回来 那么多五分之一的领土是被俄罗斯占去 没有收回来 他是战争遭遇症包裹 你怎么看待就是美国对他的不耐 之前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 要不是美国老大一声吆喝 也不会这么多国家这个群星响应 已经很多国家对他不耐烦 你记不记得说很多国家的国会邀请他去演讲 他就骂骂咧咧 每个领导人他都去骂 那时候大家就觉得 我们在帮助你这样指着我们鼻子骂 三个原因 第一个他战争的成绩单交不出来 要收复这些使徒非常有限 你看到现在在巴赫姆特 还有在赫尔中地区 有一点小小的战果 那只是前推到几百公尺而已 跟整个比起来不成比例 你觉得接下来真的会斩首吗 那要斩首的话 俄罗斯随时都可以斩首 可以掌握情报 他到哪里去非常清楚 只是现在还不动手 没有必要而已 因为俄罗斯他不要去斩首 因为他斩首的话 将来要负战争责任的是泽伦斯基 你如果是斩首了 就这个战争责任找谁去要 总是因为有头债有主 将来负全权的责任就是泽伦斯基 最想留下他的应该是俄罗斯 对或者要不要斩首 找斩首了 对千万要保住他 对但是他这个可以知道 你在这个掩体里面我对你炸 你的行程我完全掌握 我只是不对你下手而已 他这个是个示威的意味很浓 第二个他为什么有战争造育 我们就知道他一直在独立作战 西方国家源源不断的 跟你这些武器装备 这些我们讲的火箭炮 包含航客等等 还有防空飞弹 但是我们都不过来 那这变成我乌克兰独立作战一年半 在打下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后续的战争资源 所以美国现在不耐 不耐了嘛 以我们新闻工作者来看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放话 所以西方 他在警告泽伦斯基 对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惰性了 惰性产生了 你看他跟波兰互相把大使召回来 因为波兰讲继续维持对乌克兰谷的输出的禁运 继续继续维持 那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 美国这样子 美国会对他异性栏珊 异性栏珊 异性栏珊 但是该给的还会给吧 狗会给 但是问题是 给的都是 我们讲到的 都是二手的 不是没有最新的给你 给的另外一个量是有限的 所以泽伦斯基 他为什么那么的召集说 我的武器 我的火力不够 美国给你的是有限的 所以当泽伦不受控的时候 所以很麻烦 他的战力是 他会就会让泽伦斯基 一单独面对 所以他战争造育症来了 成绩当然也交不出来 然后呢 西方国家做到的底子 那对乌克兰战争来讲 对整个泽伦斯基 还有对乌克兰这个国家 每况愈下 每况愈下 将和日下会这个样子 对 你也想要去这个访工 但是美国也无法忍受他输吧 就是整个 那会僵持到 僵持到那之后 那最后面大家很清楚 那走上谈判桌了 一定要谈判了 战争要结束 因为泽伦斯基认为他撑不住了 现在俄罗斯普廷也认为 这个战争应该也要收尾了 他们彼此都有这方面的看法 因为打下去的话 第一个没有逛 乌克兰没有办法 这个收复师徒 俄罗斯的话 也要保持不信 俄罗斯已经在 俄乌战争的这个前线的边缘 建立了龙牙防线 对啦 你就这样子 我这个后面都 我都雷区 你不要进来 是这个样子 俄罗斯我就保持线动就可以了 到最后看看谁先撤 当然这个战争 战争会怎么走 当然是美国主导 美国最讨厌的 就是不受控 对不对 好 那但是这一头 倒是美国先撤 美国先撤 这个宁日的这个政变 当然这个宁日是个西非国家 我们先把地图 调出来好不好 台湾的民众对于宁日 可能比较不熟 我们看到西非 这个地方是政变的 好发区 有没有 三不五十就来 就来政变一下 所以他过去是这个 法国的殖民地 那当然大家知道 这个跟殖民地之间 都会有一些 这个情绪上 各方面的一些冲突等等 所以从这个地图上 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在西非 他的这个邻国 包括奈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等等 好在这里 好另一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宁日的政变 那军方现在也支持 这个政变 所以他们的总统 目前被扣押起来了 被扣押 那美国呢 现在已经决定 美国国务院 在八月二号下令 从大使馆撤离 部分的工作人员 还有家属 但使馆据说保持开启 注意哦 现在是这个撤离 但是不撤军 并没有要撤军 好之前 法国很早就撤 法国比美国提早一天 八月一号就离开了 这个宁日 启动了撤侨 还有这个撤侨 专用的这个军用的 这个运输机 美国不算是撤侨 美国就是撤离 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知道这个宁日呢 其实对中国 大家想说 中国大陆之前示范了 很多教科书式的 撤侨方式 但到这次为止还没有启动撤侨 而中国大陆也是 尼日的一个最大投资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 声明调出来 这是这有没有 紧急提醒 紧急提醒 所有中国大陆 在尼日的这个侨民们 必须要特别留意 然后当地的这个企业 民众都回报 目前确实是非常的混乱 但还不像之前苏丹那样的一个 紧急情况 所以暂时没有启动这个撤侨 约老师怎么看待尼日的状况 还有特别是 你在这边大家都讲嘛 对不对 叫这个俄罗斯进来 叫法国离开 这个基本上的话呢 尼日这个法国原有的殖民地 在西非地区 他们这个 奈及利亚是英国的 在这个尼日河上面的这个殖民地 然后尼日的话呢 是属于阿尔及利亚下面 是法国的殖民地 这一次的话呢 之所以的话呢 中国大使馆在尼日 没有马上立即展开撤侨的主要原因 是他们基本上是反法 但是有一点我搞不懂 就是反法永恶 这个我搞不懂 我不知道尼日跟俄罗斯 有这么好的关系 然后呢 这个接下来呢 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那个反法我可以了解 因为法国殖民地当中的话呢 他们都是感觉到自己 就是跟法国就是爱怨情仇啊 就是发展的关系 长期来讲 就连阿尔及利亚本来都 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殖民地啊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这个省啊 对不对 那现在都演变成这样子 在那边的移民 那另外的话呢 尼日他们的话呢 在法国的移民当中 人数也不少了 但是基本上的话呢 对于法国原来对于他们的 尤其是资源的影响力 这个欧洲的资源的影响力 包含了比利时 就是在原来的法国殖民地当中 就很多的工程师 都是在法国的殖民地 那他们现在呢 这些这个尼日的话呢 他们反发的情绪很高涨 然后再者的话呢 他们把这情绪转向西方 这个西方当中就跑掉美国 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 因为它那个地理位置 在西非当中呢 原来讲好是法国替美国 看住了这个区域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话呢 虽然那个结果 那么对美国来讲的话呢 它可以容忍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有些影响力 它绝对不能够容忍 这个变成中国取代了 这完全不能容忍啊 因为中国现在 在非洲的势头很甚啊 那现在非洲人 对中国人的印象 也改变了很多 那么这个都是一个 铁一般的事实 所以说呢 那这个区域 像主持人一开始讲的 也很好 这个区域本身来讲的话 就非常不稳定啊 这个政变频传啊 所以说大家感觉到说呢 也不晓得说 这次到底出现了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不过呢 这里头呢 最重要的是 世界的地缘关系 也会出现一些改变 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美发都已经撤了 但中国大陆还没有撤 当然这本身 就是一个信号 好 最后一点时间 我来请教一下 这个介大使 现在这个 中美之间互相掐脖子 各式各样的一些管制等等 那美国对大陆的 这个管制 看起来是有一些效果 大陆有一家 这个人工智慧 晶片的巨头 AI巨头 韩武器 面临了重创 它是什么 这家公司非常有名 它是挥达还有超微等 顶尖人工智慧晶片商的 潜在对手 中国AI晶片的第一股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 好像有点真的是撑不下去 大裁员 有没有 第一次裁员 四月份就启动 第一次裁员 这次呢 解雇至少一半 被认为是美国的 这个制裁奏效了 对 当然奏效 美国现在重点 现在已经非常 越来越聚焦在 就是AI的产业 因为我们刚刚上一节 讲到长温长压 扮超导体 这个是一个改变 整个游戏规则 改变谁能主导 未来的这个科技发展 其实AI也是 AI事实上是 现在就已经在主导 这个任何产业 它将来的竞争力 所以你将来 你所有的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 所有这种科技的产品 你如果没有AI的成分的话 你渐渐就会失去 你的竞争力 现在最明显的是汽车 现在汽车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汽车 这个比如说我们像比亚迪 像这个问界 这里面都是AI的东西 它都是电子控制 电脑控制 就是人工智能在控制 所以这个部分 美国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美国如果这个国家 还要在科技 在这个产业上 还要保持领导力的话 已经不是只是掌握晶片了 而是晶片 现在发展的最厉害的 就是人工智慧 那所以人工智慧 现在是我美国已经 本来这个七月二十三号 就要公布的 就是有关打击中国 有关那个晶片 专门打击AI这个产业的 所以过去已经有了 现在是加重 所以我认为 如果说中国大陆不能够在这个 AI相关的高端晶片里面 获得突破的话 那中国的这个整个AI 起码在目前就会像 这个韩武器一样 他这个重要的重要的部分 你看车用半腦底 他就解雇了一半的人 所以事实上 美国是打中的要害 是打得很准 确实打中 那如果没有AI的话 那事实上的话 很多产业 可能在五年 甚至三年 他的竞争力就节节败退 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火车 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剧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